7月11日是我国第18个航海日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大型海事巡逻船交接及列编一事 于当日上午在福建平坛举行 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正式列编福建海事局 海巡06轮由武昌船舶众工集团有限公司建造 船长128米 行宽16米 行深7.9米 满载排水量6600吨 主推进系统总功率13920千瓦 最高航速23级续航力1万海里40例60天 能够到达全球除南北级以外的所有海域 该轮能在12级封9级海框下进行深远海巡航 在11级封7级海框下开展海事执法活动 搭载船用北斗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和多星联动的卫星通讯设备 设有计算存储和通信功能强大的网络数据中心 具有动态感知 监测预警 信息处理 综合指挥等能力 可作为独立立体移动的海事行政执法单元 执行海上巡逻 海事监管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和船舶污染监测等任务 也可以与通信指挥车 海事巡查车 其他执法船艇 直升机 无人机以及VTS AIS协同配合 是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 综合监管和快速反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巡06轮上设有直升机机库 配备扫海灯 光电搜索 雷达探测 红外线感知等设备 能够对海上预险船舶 落水人员等多目标类型进行搜寻救助 配有救生艇 攀爬网 吊栏 抛头扶具以及复温医疗处置设备 便于进行落水人员的快速救捞和基础性医疗救护 可一次性搭载预险获救人员200名 该轮还配有消防水炮 空气潜水 气动切割和应急拖带设备 对于船舶碰撞 火灾 污染 失控 触礁等险情事故 也具备一定的应急处置能力 并可根据险情事故类型搭载相应的装备模块后前往处置 据福建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华明介绍 由于海上客货运繁忙 航线雨 沿海雨场交叉重叠 加上春季浓雾 夏季台风和冬季大风的影响 台湾海峡历来船舶险情事故多发 每年险情事故数量约占全国的10% 海巡06轮建造裂边 即是构建现代化智能化水上交通动态管控新格局的现实需要 更与福建省加强应急体系建设的要求不谋而合 海巡06轮未来海江赛参与海事国际事务 促进两岸交流 海事业务综合培训和传播水上交通安全及海洋航海知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海事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国平向海巡06轮售海事齐河入列证书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通运输部 福建省政府福州市政府平潭综合试验区管委会 中国船舶五船以及相关单位代表现成见证